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会用喝酒 混乱的男女关系 混乱的男女关系 来麻醉自己 虽然我有很多的梦想 虽然我有很多的梦想 但几乎都是半途而废 都是虎头蛇尾 都是虎头蛇尾 碰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想逃避 也把错误推给别人 都想错误推给别人 我很自怜 我很自怜 我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 我还怨天有人 还有你怨天有人 大家好 我是Justin 大家好 我是Justin 我其实是一个第三代基督徒家庭长大的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从出生开始我就每天上教会 出生开始我就每天上教会 我们家里有非常多的规矩 我家里有很多的规矩 我妈妈其实对我们的生活 都非常有要求 我妈妈对我们的生活 很有要求 对我和妹妹的教育 都非常地履色 对我和妹妹的教育 非常地高要求 很多时候 当我没有办法达到要求的时候 妈妈就会非常地愤怒 当我答不到她的要求的时候 妈妈就会非常地愤怒 我爸爸是一个沉默的爸爸 我爸爸很沉默 他几乎 我从来看他没有什么 太多的情绪就是开心 我发觉他没有什么情绪 也都没有什么开心 可是他对家庭的任何细节 都没有任何的意见 他对家庭的细节 没有任何的意见 全部都是妈妈来决定 都是妈妈决定 我在12岁的时候 我们全家就移民到美国 我12岁那年 全家移民美国 可是爸爸没有去 他在台湾工作 但是爸爸就没有去到 他在台湾工作 可是也因为我们去美国 妈妈自己带我们 他有很多的情绪 因为去到美国 妈妈一个人带我们 所以他很多情绪 他压力很大 跟他自己的家人 都有一些的摩擦 他压力很大 跟自己的家人 都很多摩擦 可是很多时候 因为爸爸不在 所以他的情绪 都是只给我的妹妹 但是因为爸爸不在身边 他的情绪 就发射在我和妹妹的身上 我们成为妈妈主要 抒发情绪的对象 我们成为妈妈抒发情绪的对象 其实在情感上面 我不期待任何人能够明白我 在情感上 我不期待任何人会明白我 我对权柄非常恐惧 我对权柄非常恐惧 而且很想表达中 我心中真心的感觉 而且很少表达我心里面真正的感觉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权柄生气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权柄会生气我 慢慢地我只表现出我阳光的一面 慢慢地我只是表现自己阳光的一面 我的负面完全只留给我自己 负面都留给自己 结婚之后呢 老婆离乡背景来到了马来西亚 结婚之后呢 我太太离乡背景来到马来西亚 一起跟我生活 跟我一起生活 但是那时候我完全不了解她无助 和她所面对的压力 但是我当时完全不明白她的压力 和她的无助 而每次有冲突的时候 每一次有冲突的时候 我不是暴怒 我不是愤怒 就是冷暴 就是冷暴力 我试过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两个星期不出来 我试过你将自己困在房间 两个礼拜不出门 不让老婆或其他人进来 不让老婆或其他人进来 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 就是一直喝酒睡觉 一个人困在房间里 一直喝酒睡觉 我老婆其实一致都很想帮助我 老婆一直都很想帮我 但我总觉得我是被挑战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我被挑战 我被拒绝 我被拒绝 反而我会用 被动性攻击的去回应她 反而被动式的攻击去回应她 就算我自己做错了 我也不道歉 就算我自己错了 我也不会道歉 反而要老婆跟我道歉 反而叫老婆跟我道歉 我才能罢休 我才会罢休 我也没有考虑到家里的需要 我都不考虑家里的需要 老婆多次地跟我表达她的孤单 老婆你多次跟我表达她的孤单 还有带孩子的无助 还有带孩子的无助 可是我就好像当着没看到一样 但是我就当看不到 我躲在我在外面的社交和工作里 我躲在外面的社交和工作里 我总觉得老婆非常烦 我经常都觉得老婆很烦 她的情绪不好 她的情绪不好 心中不时都会想 心中不时都在想 要不要我就跟我其他的朋友一样 外面包个小身 好不好你好像其他人一样 吹便包个姨奶 就离开自家算了 离开她算了 结婚后老公情绪非常地大 结婚之后老公的情绪非常地大 每次我看到她黑脸 我都非常地害怕 每次我见她黑脸 我都很害怕 而且我唯一的结论就是 我有做错 唯一的结论就是我有错了 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我的独立还有我的强势 让老公觉得我很不需要她 我的独立和我的强势 让老公感觉我不需要她 我虽然不直接说出口 虽然我没有直接说出口 可是我心中是完全看低我的老公 但是我心里面就太低了我的老公 我觉得她一事无成 我觉得她一事无成 负责任 不负责任 我心中对她有很多批评和论断 心中对她批评论断很多 可是我没有说出来 可是她反而在我的态度上 就看到了 虽然我没有说出口 但是她在我的态度上就看到 后来为了我自己的生存 后来为了自己的生存 我就决定我要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我决定自己的过生活 老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老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我就带女儿一个人出门 我就一个人带着个女儿出门 一整天不回家 整天都不回家 在外面流浪 在外面流浪 可是我们开始就过各个的生活 我们就开始各自的过生活 后来我发现我怀了第二个小孩 后来我发现我又再怀孕 可是在13周的时候我流产 但是13周的时候流产 那时候我身体非常虚弱 那时候我的身体非常虚弱 而且我还需要照顾我的大女儿 而且我还需要照顾大女儿 我在马来西亚无亲无故 在马来西亚我无亲无故 我没有工人 没有工人 没有任何可以帮助 没有人可以帮我 我们那时候连教会都没有怎么去 那时候连教会都没有怎么去 我压力非常地大 非常大的压力 有一次我跟老公吵了一个很大的家 有一次我跟他喊大架 他又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他又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可是这一次我非常地心灰意乱 这一次我心灰意乱 吵架了一个礼拜过后 吵架了一个星期之后 有一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 我自己坐在书桌前面 我哭着对神说 我坐在书桌面前跟神说 神我不要再试了 神我不想再试了 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我觉得好丢脸 我觉得非常之无名 因为我不只是一个基督徒家里长大的孩子 因为我不只是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 我去一个神学院读婚姻家庭辅导 我是一个执照的老师 我是有证书的 是婚姻辅导家庭的导师 在我的生命里面 离婚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东西 在我生命里面 离婚是不可以的 可是我跟神说 我真的走不下去 但是我跟神说 我走不下去了 我当天晚上 我决定我要带女儿回台湾 我当晚就决定 带着女儿回台湾 当我在看机票的时候 但是当我看机票的时候 我听到圣灵对我说 我听到圣灵跟我说 叫我发讯息跟香港六一求救 叫我发讯息跟香港六一求救 我们其实是在香港六一认识的 我们其实是香港六一认识的 可是我心里好抗拒 但是我心里很抗拒 因为我觉得好丢脸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面 可是圣灵不断地吹逼我 但是圣灵不断地吹逼我 终于我决定发讯息 终于我就决定发讯息 就这样被安排来到夫妻营 就这样被安排来到夫妻营 后来我们参加了夫妻营 后来我们参加了夫妻营 感谢主 我终于开始可以听到 Justine这么多年来 她的孤单和她的压力 感谢主 我终于听到 你明白Justine这么多年 她的孤单 她的压力 我也才慢慢地了解到 原来我是多么的自我忠心和骄傲 我当时才知道自己 多么自我忠心和骄傲 父亲的最后一晚 夫妻营的最后一晚 将牧师师母邀请我们留在香港 将牧师师母邀请我们留在香港 仿佛牧师跟我说 牧师跟我说 好像就是牧师跟我说 男人啊 你回家吧 仿佛牧师跟我说 男人 你回家吧 我就像一个浪子一样 我就像一个浪子一样 漂流了那么多时间 漂流了那么多时间 终于渴望回家 终于学慕回家 寻找帮助 寻找帮助 我跟神也跟Justine 我跟神也都跟Justine 说再给我多一次机会 我说你给多一次机会我 让我重新开始 让我重新来过 四年里 四年里面 我们接受了牧师师母 我们接受了牧师师母 圣巴妙妈 圣巴妙妈 还有好多好多爱我们的权柄 耐心的包容和帮助 还有好多爱我们的权柄 耐心的包容和帮助 我们现在在婚姻关系上面 真的是比新婚的还甜蜜 对不对老婆 我们现在在婚姻关系上 比身分还甜蜜 对不对老婆 我讲不算 要他讲还算 我讲也不算 他讲才算 而且同时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生了第二个女儿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生了第二个女儿 就好像神在跟我们说 就好像神跟我们说 一切被毁灭的 一切被毁坏的 一样一样神会帮助我们找回来 一样一样的神帮我们找回来 而且会更丰盛 而且会更丰盛 这段日子 你辛苦了 这段日子你辛苦了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谢谢你一直都坚持要帮助我 谢谢你一直坚持要帮助我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也会继续地学习好好管理我自己的情绪 我都继续好好地去管理自己的情绪 学习沟通 学习求救 学习求救 我爱你 我爱你 老公你知道我以前看别人在台上做见证讲婚姻的时候 老公你知不知道我以前看别人在台上见证讲婚姻的时候 我觉得永远都不会轮到我 我觉得永远不可能你轮到我 我只是想跟你生存而已 我只是想跟你生存而已 可是没有想到神给我们更丰富 但是想不到神给我们更丰富 好 感谢你 这段时间你真的很花时间听我的情绪 很谢谢你这段时间 真的花时间听我的情绪 我们最近跟邻居有纷争的时候 我们最近跟邻居有纷争的时候 我觉得你都很试着明白我 你都很竭力地去明白我 虽然我们意见不合 虽然我们意见不和 可是你都还愿意听我讲 但是你都愿意听我讲 我觉得你进步好多 我觉得你很大的进步 我觉得神真的大大的改变你 我真的觉得神大大的改变你 很好欣赏你 很欣赏你 你成为一个有承担的男人 你成为一个有承担的男人 其实这一次的禁食祷告 其实这一次的禁食祷告 神也亲自在家庭早餐会的时候 神也亲自在家庭早餐会的时候 对我说 他亲自对我说话 他亲自对我说话 然后我在长期对爸爸的愤怒上 在我长期对爸爸的愤怒上 我得着医治 我得着医治 我看到其实我对家人 是有很多的框框跟要求的 我看到我对家人 真的有很多框框 很多要求 可是当我放下的时候 当我放下的时候 老公更加明白我的需要 老公更加明白我的需要 而且听我表达 而且听我表达 但我们是不完美的 当然我们不完全 我们连讲这个见证 都有几次的激烈沟通 我们连说这个见证 都有几次的激烈的沟通 笑得低 可是这一次 他不是把自己锁在房间结尾 但是这次他就不是 把自己锁在房间了 而是我们能够用沟通的方式 好好来明白对方 而是我们用沟通的方式 好好地明白对方 感谢主他拯救我 也拯救我们的婚姻 感谢主他拯救我 也拯救我们的婚姻 因为当我们愿意开始在生命树底下 被牧养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愿意在生命树下 被牧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们可以重新得力 我们可以重新得力 愿颂赞荣耀 归给我们的爱我们的阿爸父神 愿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阿爸父神 感谢主他拯救我们的阿爸父神